那我們這個Track是那個for operation 那大家大概或多或少對Hadoop都有一些了解 那Hadoop除了我們了解它的運作原理之外 然後除了開發程式之外 其實關於Hadoop還有 還有一部分其實常常會被大家忽略的 就是關於operation這一部分 我們要寫程式 我們要big data 那我們總是要有相關的所謂的機房 這樣cluster的機制 那就像我們知道說Hadoop它default的parameter 它defaultsetting是沒有辦法直接拿來做production用途的 那通常當我們建構跟維護一個Hadoop cluster這邊 那會是需要非常多的經驗累積 那以及一些learning curve 那這也是我們這次安排 這一次operationTrack主要的目的之一 那今天下午我們有四個場次 那一開始我們會邀請到國家高速網路中心的耀聰先生來跟我們介紹 從單機板開始我們怎麼樣去建構一個Hadoop cluster 那接著我們會請到那個經驗的師先生來跟我們談關於security的問題 那最後呢我們有兩個case 一個是來自於趨勢科技的張先生 然後會為我們介紹就是 怎麼實際的去 怎麼實際的去營運一個大型的Hadoop cluster 那最後還有那個 另外還有一個Kennis何先生 那他會為我們介紹呢 從零開始當我們要build一個Hadoop機房的時候 它的網路infrastructure 它的hardware infrastructure 該怎麼樣設計跟建制這樣 那以上是我們今天下午的session這樣 好那第一個session我們先歡迎那個 耀聰 好謝謝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一些技術問題喔 因為電腦連不上網路 剛好 這就是雲端的問題喔 沒有網路就 都沒了 好那比較抱歉因為其實要今天主辦單位要正一個場 我沒有準備slice 因為其實這場可能主要是demo一些實作啦 就是一方面是我自己的感覺就是說 我在國內交了雲端大概特別是Hadoop這一塊 大概交了兩三年了 然後剛開始我們都是如果你們先讓你們知道一下網址好了 這樣等一下大家可以看 就是 在trac.org.tw 對 然後 嗯 有線接上去它幫我點慢 不要這樣嘛 網路又斷了 好 那頁面可以上trac喔 然後那個 會有一個 你找Hadoop in Taiwan這樣子 那應該可以看到這個頁面 那 今天主要我想要分享的是那個 幾個點喔 就是說 第一個是怎麼在Windows上建一個Hadoop的環境 也就是說大部分我知道台灣大部分人在做開發的時候 你們大概都是在Windows上面開發 那 呃 單機版的你要怎麼做 因為我自己知道啦 就是以前我們那種一步一步教大家安裝的方法 大概喔 呃 可以重新reproduce 那個流程的人並不多 就是 大家一定都會或多或少遇到一些問題 縱使我們網路上有copy pass的 可以給你貼 但是很多時候大家都貼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要貼哪一行 然後 根據自己的狀況可能沒有 對它做一些調整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說把整個流程變成自動化 那 所以 呃 今天第一個會跟各位介紹的就是說 你 假設你需要一個 只是學習Hadoop的環境在Windows上 你想要學Hadoop ecosystem 也就是包含Hadoop Hbase 那 我最近在弄那個Pig跟Hive的部分 所以之後我還會release有Pig跟Hive 就是這些Ecosystem有包在 一包裡面你可以裝起來就可以開始用 那會先跟你們講一下 用 怎麼樣用Hadoop for Win來架一個環境 那 其次是 呃 今天為什麼要用網路 是因為我想要用 呃 Hicrow來當做示範 也就是 但是我要先聲明一下 我跟中華電信沒什麼關係 而且 其實我用的還蠻不爽的 所以我要先調查一下 有沒有中華電信員工 可能就不敢舉手了 還是 好 是Hicrow的嗎 好 呃 我看我還是先把 我先確定一下無線網路是通的 因為 現在它有拿到有線網路的IP 可是 OK 有通 好 那 那 為了不偏頗 那個 而且要幫我們自家的稍微爭取一下一些使用者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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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4號如果你們有去參加那個 演考 製作會辦的那個open lab 然後 廣東京大概有一些服務 比如說 我們有大型主機的服務 然後 有儲存的服務 那 雲南這邊我們大概就是 有三條龍 第一條叫 簡單龍 第二條叫 爪爪龍 第三條叫 黑渡龍 就是跟黑渡陌有關係的 所以這是其中一條簡單龍它主要是建虛擬化環境 所以等一下時間許可我就稍微介紹一下 如果時間不許可的話 那就請請找簡單龍easy crowd 就是它本來叫easy啦 本來叫easy啦 就是很簡單啦 我們當初都會取什麼什麼啦這樣 黑度啦 黑度Z啦 好 喇勒完了 那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先讓你們知道入口啦 不然就是你們要自己 眼睛可能要大一點 trac.ac.ac.w.q.tw.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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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找一下那個 找一下hadoop in taiwan這樣 好 那 今天 我剛剛已經聲明過了 然後我覺得 我自己用完之後 我還是比較希望說像Amazon那樣就是說 其實對於開發者特別在做測試的人來講 怎麼樣做自動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現在想要測幾台 我覺得應該可以很快的弄幾台起來 好 那 這個步驟大概 如果你想要看比較完整的文字說明的話 這邊有一個pdf檔你可以下載下來 好 這個在IT Home 他們出了一個IT Cloud的那個專刊裡面有放 好 那我們就來直接做實作啦 因為我其實 今天沒有準備投影片的原因也是因為說 其實大部分是實作 然後就想說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怎麼去操作 好 那 這是中華電信的HiCloud的首頁 就是 HiCloud.HiNet.Net 那如果你們等一下有人有興趣要跟著一起操作 就 歡迎各位自己上網去連喔 這也是為什麼我不太敢用無線網路 因為等一下也許會塞車 好 那 看來我們的Track可能有問題喔 好 那首先 首先就是 先 登入 那如果你是中華電信的 你的 使用者 你的手機是中華電信的號碼 或是你家有HiNet的話 你是可以用 你的 你的 HN開頭的那個號碼 或是你的手機號碼登入 如果你是螢幕名或是什麼的 那 我這裡本身只是 我有中華電信的手機號碼 那 其實 這邊會有一點點confusing 就是 他們有好幾種不一樣的 會員帳號 一個是 你可以加 會員 就是 你沒有中華電信的 服務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邊加會員 你可以取一個名字 那 它 你等一下就可以用那個名字進去 第二個 你可以用手機號碼 也就是 螢幕密帳號 第三個是 你可以用中華電信 那個 家裡 那個 HINET的 HN的那個帳號 那我 雖然不太好 但是 好吧 只好 公開說明我的手機號碼了 好 這個風險很高 我倒了 我倒了 可以先把這個關掉嗎 先停用一下 好 然後希望它現在是通的 好 有通了 好 這樣比較不怕塞車 這樣比較不怕塞車 好 那進來之後 這邊有 一個叫雲計算 那 對 它用Fresh 這台還沒裝 所以只好裝一下Fresh 這也是我要先complain一下 本來我想說 好吧 不能自動化 不然我把 把這個頁面 如果它用HTML寫的 應該就可以模擬 HTML 在做事情 那我就可以做到自動化 結果 發現中華電信是用Flex Implement的 就 不好意思 我就沒有辦法幫大家寫那個部分 好 再來在這邊 我要申請 虛擬機器 這邊有一個申請 那我第一件我要先示範的是 用一台Windows機器 因為我們這次要示範 那個 第一個要先示範的是Headbook for Windows 那 這樣有一個好處 我覺得大家拿到的環境是一模一樣的 也是 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我都用虛擬機器 然後自己裝一台Windows 然後我自己測就沒問題 可是如果 有時候去到一些學校 他們可能裝了 那個防毒軟體 然後 裝了很多其他的東西 可能我就很難去 重現那個流程 好 看怎麼樣可以把它縮小 螢幕看起來有點不夠大 不然那個按鈕都按不到 好 好 那 為了省錢 我財力沒有那麼雄厚 我要講這場演講 我要先花錢 所以 先開一台Windows 然後 他們現在上面是Windows2003 就 我的習慣是用Windows API 但是它上面是2003 我昨天試過 是OK的 那 這個要不要用 隨便你們 那再來 我就先跟他講說 這台叫 Windows 那這邊要打 序號 那 這裡要填 因為 他們 他們 現在每一台機器 都 都是Public IP 所以 為了讓TWNIC 知道這一台現在是誰 所以就必須要填一個 技術人員 好 所以如果你這邊沒有 你還是以新增 我這邊都已經先跳過了 好 訂單送出 再來我這邊要先講一下 就是 High Cloud計算方式跟Amazon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Amazon你去Create一個Machine 現在是不用錢 但是 你開機它還要賺錢 那High Cloud計算方式是 你身裝成功 就開始算錢 你不開機 還是算錢 好 所以我不鼓勵 如果你們沒有打算 要玩的話 不一定要Follow 不然我會有點圖利 他們的嫌疑 那 再來 所以 等一下 切記 切記 玩完之後 要退租 我上次 第一次用的時候 我不知道 我以為 我沒有把所有的條款看清楚 就是 我開了兩個小時 然後我想說 好 關掉 然後隔了一個月 我看到 中華電信要送100G 那我去 順便去看一下 我上個月的帳單是多少 結果 花了一千多塊 我只開兩個小時 所以 我當然沒辦法 我去打電話去問 但是他說 沒辦法 就是 policy是這樣 所以後來他們就慢慢都會加一些警語 告訴各位 但是 不管警語是怎樣 我相信大家看到 條款的時候 已經是我接受 剛剛那個跳那麼多出來 我覺得大部分人 也不會仔細去看 他說 縱使你沒有開機 還是開始算錢 那 這個就是 有一點點風險在 就是 請你們要注意 你的 錢正在 不知不覺中流失 只是還算便宜 就是 我先前寫那篇文章的時候 我是說 你一次開十台 然後開兩個小時 去玩一下 大概28塊 Linus 就是把一個 然後看得到 衝擊環境 這樣大概28塊 那如果 像 先前我去講課 剛好遇到我們中心停電 那我就只要開一座 然後讓學員進去操作 那這樣一天下來 最多也才 500塊 左右 那這邊就要等他身狀 那身狀完畢之後 要開機 所以光是這個步驟 你就覺得 比較複雜一點 好 那更複雜 來了 你機器開起來了 機器開起來之後 他會給你一個密碼 然後給你一個密碼 但是 你不知道 那密碼在哪裡 密碼在這邊 然後呢 你要拿你的身分證字號的後世碼 來解 解開那個 那個 壓縮檔 那 那 Pac詞 剛剛 allow面 壓縮檔 咧 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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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數第二列 這裡 然後把它解開來 你就知道為什麼我不想做投影片 這每個步驟如果都要截圖的話 要截到死 密碼咧? 怎麼還沒掉出來 我還是用Windows自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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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那這邊也是 所以 如果剛好你們業務跟HighCrop有關的話 可以建議他們可以學一下 Amazon 給個金鑰會不會比較快一點 為了這個問題 我只要寫了另外一支程式 等一下我們要部署Hatop的時候 因為你開10台你有10個密碼 10個密碼 我為什麼要寫那個code你知道嗎 因為中原院NCP計畫 拿到200個Core的虛擬機器 他們想要在上面部署Hatop 他就說難道我要自己打200支密碼 有沒有好方法 所以我才要寫這個東西 好 好 那再來 你有密碼了齁 再來Windows的話你要用 我不曉得這個有沒有遠端桌面的工具 好 那這邊你要填什麼 你要填這一台機器的IP 10.61.12.225 然後這是Adoministrator 然後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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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怎麼打不開 難道我要自己打 用敲的好不好 雖然有點痛苦 痛苦指數有點高 我已經忘記我打到哪裡了 好 好 這樣可以撐很久耶 這樣可以撐很久耶 好 好 那再來 我們需要 它的安全性很高 那個 我們接下來需要下載Hatop for Win 好不容易走到這一步 我 我已經快沒力了 我已經快沒力了 那因為它 我不曉得是怎樣 就是IE版本的問題 如果 有什麼轉職 它就不帶Walk 如果你們想要Hatop for Win的話 就Hatop for Win 點Org 理論上它應該會轉到那一頁 那 我不曉得是語法支援的問題還是怎樣 但是 就是轉不過去 然後連Sourceforge的download 它也下不來 所以我就只好 找一個乾淨的地方放 這是 Tread-off 好 那我們等一下會用到這個 連線的程式 等一下要示範iCloud的那個 Hatop怎麼執行是這樣 所以我相信 縱使由我那篇文章裡不見得可以全部都做完 這就是為什麼我很希望可以有自動化 寫script 給它我的帳號密碼 說我要幾台 然後就可以create幾個Motion create完 我要安裝Hatop 執行哪個script 就可以把那四台的Hatop裝起來 那這樣子比較正確吧 就是對一般人來講 我只要給你一個執行檔裡面包含那個安裝步驟 你只要輸入帳號密碼 剩下它幫你做完 這是比較好的事情 好 我現在寫的script 只幫你們填了十個密碼 就是要幫你們填十個密碼 那你可以拿來用在 你自己 比如說 你們有VirtualBox 或者是VMware 你們裝 如果是裝那個 10.04版本的五方圖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個script去做 好 好 那 Windows版的Hatop 其實你們 不用大老遠跑這麼遠 如果你自己是用Windows的話 你就是到Hatop for Win.org 下載那個 Hatop for Win.org 那這是 安裝步驟 你可以挑語系 其他語系 我沒試過 還有 意大利文 不管它 然後再來 這個 同意 通常大家都很習慣 但是 也先跟你講 我知道Apache授權 因為Hatop 但是其實這個授權 其實應該是Dual License 就是 script win 是GPL JDK有點麻煩 JDK其實理論上 我不能Distribute 因為它是CDDL 然後Hatop相關的是 Apache License 所以其實大家在看授權的時候 有時候要很小心 那這邊 現在內涵的裡面是 你上面真的不能選 是因為Hatop 基本上它就是需要 跑到Windows上 需要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要script win 第二個它要JDK 第三個它要 那個Hatop的壓縮檔 所以就是 這個版本現在是0.2 0.2 就是大部分 我們在教學上 現在還是研習 用0.2 0.2 那最新的應該是1.0.3 是Stable 那2.0已經出 Alpha版 如果你們想要試早上 在 講的那些什麼 新的HDFS的架構啊 還有那個 MapReduce 第二版 你就可以去下載來玩玩看 那這邊有 AND跟HBase 就是假設你要學在 Windows上 compile MapReduce 可能是的話 你可以用AND 然後 我們有 鍵HBase在裡面 那你就可以把它 開始裝 好 那 我有試過 Windows 7的話 要裝 請你們先把 那個UAC關掉 也就是說 這個要保一下 所以我要傳承一下 就是在控制台 好 這邊有一個 安全使用者的部分 然後 使用者帳號 這邊有一個 控制設定 這邊要把它關到地 不然的話 它對於 那個 Sigwin那些 安裝程式的 權限會不夠 你就會裝不進去 你的Windows 7 所以 目前我還找不到 它的原因就是 有時候 裝會過 有時候裝不會過 就是 它會缺檔案 可能 Sigwin在Copy的時候 可能Windows 就是 阻止它 把檔案扣進去 所以 最高紀錄 上次 最近在 東海大學上課的時候 有老師 在場的是老師 不知道 學生會不會比較厲害 那 老師 連續裝 安裝 反安裝 三次 才把整個裝置 還在Windows 7上 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 guarantee Windows 7是可以正常work 那 Windows 10 XP以下 到 我今天測的 Windows 20013是可以的 那這邊它會裝 幫你裝 幫你裝 JDK 解在正確路徑 然後幫你調一些 全線的問題 既然它還在跑 那我們來看一下 頁面 好 那 你在裝的時候 因為Hadoop 啟動起來 它會開 幾個Pore 如果你有裝過Hadoop的話 你就知道它要開什麼 50030 啊 50070 啊 那所以你必須要讓 允許Java 去開這幾個Pore 那你就要解除封鎖 好 那剛剛講的這些畫面 你到Track那個網頁上 或是下載那個PDF檔 都有說明 所以不用怕 至少還有紙本的可以看 還在解壓縮 好吧 那 我們先來Create另外 等一下要用的Linux的機器 好了 那 如果你要Linux的話 就是你只是要Try Hadoop的話 就是我們挑那個最便宜的Linux 來用就好 那 你可以挑這邊有一個Linux XS的 就是最小的 每個小時 1.4塊 那 我現在的Script是針對 Bound2 10.04 寫的 那 RAH系列我沒有寫 所以 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看一下Core 應該 沒什麼特別問題 因為我只是 就是 把 那個 Applicator的流程 你可能自己把它換成 YUM 或是其他的做法 就可以 好 那我這邊我要建兩台 呃 三台好了 齁 理論上可以建到十台 但是如果十台的話 安裝時間會 太長 所以我就先建少它一點 齁 17 4 40 0 所以這邊有三台 那你要等 你要等這邊變成綠色的 如果它這邊是紅色的 就代表還沒有Ready 那它 有時候不會自己Refresh 所以你就可能要點一下 旁邊的 好 那這邊裝完了齁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 呃 在 一個C Green 視窗裡面 如果按Ctrl C的話 它會把 它自己啟動的Java Process 全部砍掉 幾個都通通砍掉 所以這邊就必須要另外 用一個Windows的Command去執行 啟動Hedupper的部分 好 那開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 開一個那個 Hedupper Windows 視窗 你就可以看得到 現在背景有 Data Note Tazer Tracker Nam Note跟Jub Tracker 跑在背景 那 你要驗證說 是不是正常的話 好 這是 我們變了 就是裝好了齁 然後 這邊其實也有幫你們建那個 一些Link 50030的 在這邊 好 那這是 Windows版的 示範到這邊 那 網頁上有一些 比如說 示範的 操作語法 比如說你想要練習 Hedupper的HDFS怎麼做 那你就可以 比如說切到 Hedupper 然後下 Hedupper FS -put CONF Persudo 到Input 這就是要把Windows這台的 目前的工作目錄放上去 Hedupper裡面 那你就會看得到 剛剛上傳的資料在這邊 那因為我的身份是有等名 所以它會被建這樣的身份 那 一樣的 假設你想要學那個怎麼樣 compile 可能就是 我們在Foreign裡面 我有寫一個build file 那你就去把它下來下來 之後我可能會把它收集在一起 寫成一個安裝的那個文件 那這是第一個 大家可以用的 它剩下10分鐘 所以我們趕快 加速 身裝三台只有 兩台OK 所以我們先把這兩台開機 開機 那它在開機過程 我們就 只好再下載一次密碼 這就是沒有金藥的痛苦 那應該是新的 那應該是新的 後面這個 這邊是有啦 這不好貼 好吧 開機很慢 目前應該是 一這台跟三這台 兩台 所以我先示範這兩台就好了 也就是說 第一步我們先 用那個tailnet的軟體 開到 開到 好 要先連進去 第一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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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的密碼是root的密碼 那再來 好 好 好 首先我們需要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自己有Linux 你自己有Linux機器的話 你可以在你那一台做底下的動作 也就是要執行那個 HighCloud的Hadoop安裝程式 我們會需要用到 第一個我需要你的金藥 就是等一下我要把你的 Public Key call到那幾台去 之後你要連線那幾台 會比較方便 所以 首先我們要先做的動作叫 SSH KeyGen -T RSA-P 你當然如果你不想打就 KeyGen 然後 它就會 問你一些問題 我這邊只是 把它弄快一點 那再來 因為我會用到 那個 per的 espect 就是 你們會不會很好奇 那個掛戰軟體怎麼寫的 就是用一個叫做 expect 的來做這樣的動作 所以等一下我會請你幫我貼 你有幾台沒有差 但是你要能夠知道那幾台的 root 密碼是什麼 然後把它寫在一個檔案裡面 當然這是為了還快要客製化的 如果你自己已經自己裝好的環境是固定的話 那就不用這樣了 好那再來 那個track 可能真的掛了 沒關係還有備案 剛剛的那些步驟也有貼在這邊 有貼在這裡 那我們剛剛做到這裡的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做這邊 有的貼比較簡單 很好看 現在我們要在裡面建一個config的目錄 接下來就是把你的帳 格式要是這樣 就是有一個叫master 一個叫slave master就是name node跟job tracker那一個 slave就是 dena node跟task tracker 那我習慣上我會把name node跟job tracker放一台 然後其他台通通都只跑那個task tracker 因為這次只有兩台所以 比較單純一點我們就可以直接call這個IP 然後密碼 如果你用那個 resel開的話會比較好貼 我這邊只是方便我這邊做動作 那再來就進那個hi crowd headuper的目錄 然後執行install 好 那如果你有10台的話 就是你可以去試一下10台的狀況 它就會幫你抓那個 密碼不對喔 那因為沒有做錯誤處理喔 所以 可能就是 好啦 因為時間關係所以我們就是 只能先講到這邊 貼了兩次 好 那剩下就等它跑完 跑完就 就會有兩台串在一起的 那我的示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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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連同個資法都要先寫喔 因為11月1號上就開始 然後這邊要打email 名字這些 我這邊已經申請好了 它的做法是用你剛剛申請的email當作使用者名稱 密碼 錯了 好 沒關係 那就先這樣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個網頁 因為我想不用佔用太多時間 那一樣的東西 我剛剛寫的那個script在 因為我們這邊內建的環境是12.04 所以假設你需要裝12.04的script的話 請上Google 然後呢 打 install Hedupper 1.0.3 prec precise 然後 site warren 點 Hedupper 點 tw 那 有告訴你怎麼 用那個script 這裡 怎麼單機裝12.04的Hedupper 1.03 怎麼裝 94.10 幾個script 好 管理者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對啊 好 那 時間 有限 那我們就講到這邊 不曉得 要做Q&A嗎 大家有沒有問題 對 看出來要說那個davis 那個script 對 為什麼直接用那個script 基本上你那樣用還是只是裝好 local的環境還是要去config 對 我看好像有些小分 另外的話 我也 可能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 你們可以去查一下coscop 上次我有介紹那個用drb的方式 那是另外一種做法 那剛剛講的那種套件的做法 像quadera 或者是apache本身自己就有一些package可以用 但是那個裝好都是單機的 那如果你是重擊環境的話 你還是要去setup那些設定 所以他不會做configuration management的部分 那目前在做設定檔的同步的部分 像Adobe他們有release一個puppet的lab 所以你可以去用puppet的方法去做同步 會比較容易把那個設定做同步 對 那其實我覺得這也是我今天中午在跟講者們聊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這個ecosystem未來會需要比如說要一個環境 那怎麼樣才可以讓一般的使用者要進去用很簡單 其實是還需要一段時間 你剛剛看我要做那麼多事情才可以setup一個2node的環境 那怎麼樣以後你可以上去 我知道亞馬遜有EMR 但是在台灣我們還沒有真正hadoop的服務可以用 我管的那一座hadoop.nchc.org.w 那個是比較簡單的 你去租這個帳號你就可以用hadoop了 那可是公司的可能不行 公司的你就要自己建 所以debian的確實有啦 但是就是 你沒有辦法把所有的流程做 那我們最近有在做一個就是installation的光碟 等我弄好我會release出 就是裝那個光碟裝 那它就可以把我先前在costcover講的那個流程 DRBL server裝好 然後其他台只要網路開機就可以把那個hadoop串起來 好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的話我們就下來一舉功 好謝謝